县议会第十九届第五次定期会 今日上午开议 县长赖峰伟应邀向议会市政报告 县长感谢议会对于县府的策立与支持 各项市任在府会良性互动下 迈开稳健的步伐 让县政推展顺遂 尤其今年的防疫效益 一一向议会报告 议会第十九届第五次定期会 今天在议长刘成招邻的主持下展开 县长赖峰伟 带领县府各局处首长练习参加 各位好朋友各位相亲 大家好 这一次的议会在今天来开始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 赖室导所在影的县府团队的练习 同时我也要非常感谢 所有议员同学的出席 谢谢大家 为期三十天的 这一次的议行大会 从今天开始序幕 到八月十八年 会中除了审查 县政府的提案 还有议员的提案 也引起了县长的议证总报告 跟县政府各单位的一个控制报告 并安排去证总咨询 让总会议员吴宾峰 坚图县政坚园明后的立场 来对县府施政提出 一期应的建议 随后县长应邀上台做施政报告 他正对疫情做出说明 其中他希望 未来彭文疫苗施打率能达到八成 另外为了提升经济 也将发送一千元振兴礼金 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那么现在呢 我估计一下 大概在七月底八月初 我们前线 如果以七万人口来讲的话 我们的公开应应该可以达到六成 达到六成 那么如果以前线十万 十万多人 那么是可以达到四成 这个纪录也算不简单 所以 立场的起起发展 在我们七月底八月初 达到六成以后 那么我们要前线的加速 那么希望我们县民 也能够有必要的 去施打疫苗 所以我在这边呼吁 我们的乡亲赶快 提高像立场讲的 覆盖力 看能不能达到发展 这一点是我们未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为了刺激经济 那么我们可以 花一千块的一个微导金 一个让他们 虽然是不钱不多啦 但是那是一个心意 而且我们现在慢慢也在解封 像餐厅的内容 现在卫生局大概有七家 八家 已经有八家都通过 检验特别的华物 所以让他经济正常的发展 当然是一个 所以我相信 我们将来 我们慢慢的可以 恢复一些经济的活动 记者陈荣誉报道 请不吝点赞